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这篇文章已经发了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去搜 这篇文章主要是我们组的老师 还有我们组的两个本科同学做的 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那个scholar的那个头像 然后我大概讲过程的 就是说我先讲一些那个前置知识 然后前置知识包括我介绍一下那个tethernetwork 还有那个纠缠的定义 然后我再说一些那个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很常用的那种纠缠探色的方法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引出我们这个地方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之后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tethernetwork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和我们这个talk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然后包括我后面在进行一些介绍的时候 进行一些东西的计算的时候我也会用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处理量的力学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矩阵 矩阵啊矢量啊这种这种这种张量 可以理解为他们都是反正都是一些带指标的量 然后这些量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个比如说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一个方块来表示 然后它的这个方块上面连了一些腿 这个腿代表什么代表它的指标 所以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一下 然后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矩阵 然后这个矩阵有行指标和列指标 那又代表就是它就会有两条腿 然后往左的这个是横指标往右的是列指标 然后比如说矢量啊这种东西它只有一个 它只有那个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就只有一条腿 然后啊 然后这个腿它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想想 然后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是一个那个 Densing matrix它也是一个矩阵 然后Densing matrix它有可能有两个腿 就是它有可能有两个系统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用 一般会用两条腿来代表它是两个系统 然后你这个一条腿代表是A系统 然后一条腿代表是B系统 就它们每条腿会有一个对应的维度 它们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DA还有DB 它们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当然你这个 这个你这个系统感兴趣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子系统 那你就画多少个腿 然后 然后这个腿是非常方便的 先不看这个 然后呢这个腿还会 它有各种各样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两个腿连起来 然后两个腿连起来的这个操作 就代表的是那个指标缩并 就是就相当于是两个腿一连 这个系统就少了两个腿 就像代表的是这两个腿 对应的这个指标缩并起来了 然后 你比如说你看 A乘以B这个Tensor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A和B连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A和BTensor 就ATensorB 就是Tensor这个东西不消指标 对吧 就是你可以理解Tensor是一个什么操作 它就是简单的把两个东西放起来了 放在一起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把它就表示成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那个 就比如说我要求Trace 就是一个矩阵的Trace 实际上也是一种指标缩并 它的意思是我把它一个一个矩阵的行指标 和列指标给缩并起来了 所以你如果用图画的话 它就代表就是这样 就是你给我一个矩阵 我把它走到两边两个头给联系来 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很简单的来表示一些操作 你比如说它可以表示那个转质 就我们知道转质是干什么 转质其实就是交换行指标和列指标 那么你用这个图表示的话就是我把它这两个腿就是 就是分别扭到两边去 就是本来向左的扭到向右 本来向右的扭到向左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 比如说我是在刚开始搞课研究 看了这篇文章 然后我感觉对我帮助非常大 尤其是在我们做很多计算的时候都会用得到 你比如说我们后面也会经常介绍 就是有一个我们做量的信息的时候非常关注的一个量 叫做这个系统的纯度 纯度就是Trace周方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有一个结论是这个 它虽然是一个非线性量 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你给我两份 也就是给我两个Rotunzer2 我在这个Rotunzer2上测一个 测一个比较特殊的算符叫做swap来实现 然后 这个东西你其实 你用一个画图来理解这个走势就非常方便 就是 你比如说Rotunzer2 那就是 我刚才说Tunzer 其实就是我们把两个这个东西放起来 它就是两个Rotunzer 然后swap就是交换的意思 所以swap你用图像来表示的话 其实就是把这两个指标交换 然后你再take a Trace Trace的话就是缩并它的行指标和列指标 其实就是相应的把这个 把这个左边的这个 腿和右边的这个腿连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发现它就会等于那个 你看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等于就是两个Rot连起来 然后 然后 就是串起来 然后再去 然后再左右两边连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它就等于那个Rotunzer2的Trace 所以就 这个东西非常的方便 然后 所以我这个地方先讲一下 我后面可能会用 然后 这个是第一个东西 然后后面我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纠缠 纠缠这个东西 它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 一般考虑一些东西 我们不像物理那样 只考虑纯态 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考虑混态 就是 好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定义 纠缠就是在混态上面定义 就比如说你现在给了我一个 量体的一个量子态 它是 它的两个系统是A和B 那么 什么 就是纠缠这个东西是非常难定义的 就是它就体现在于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定义它 我们只能定义 什么东西不是它 就我们没有办法定义 什么态是纠缠的 我们只能定义 什么态不是纠缠的 就是一般能写上这种形式的态 它都不是纠缠的 这种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A系统的某一个态 然后和B系统的某一个态 就进行坑测 然后这种形式的态 我做一个正的概率的一个混合 然后这样的态 我们认为它是没有纠缠的 为什么没有纠缠呢 是因为这种态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一个 完全经典的方式去制备 就你比如说我就两边就两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A 这里有一个A 然后有一个B 然后他们扔一个那个 扔一个硬币 然后比如说就以某一个PI的概率 比如他以某一个PI的概率 得到一个概率I 得到一个结果I 那这个时候我就 我得到这个结果 那我就分别在A这个地方 制备一个Raw AI 然后在B这个地方 制备一个Raw BI 然后就用这样一种经典的这种方法 就是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纠缠操作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态给造出来 所以说我们就认为 你这种能用经典方法造出来的态 它就没有纠缠 所以说我们只能定义 这样的态是没有纠缠 这样的态不是纠缠态 所以说 那么什么态是有纠缠的 就是它不能写成这种形式的分解 那它就是有纠缠的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 就是这里的这个所有的PI 都是大约0 大约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限制 然后 这个东西到 化归到纯态上就非常简单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给我一个 φab 它只要是不能写成一个 这个φab 那它就是有纠缠的 这个在纯态上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然后 然后到了多题纠缠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系统 它是有 它不只是有两个体 就是 比如说我上面现在定义的纠缠 其实只是考虑有两体情况下的纠缠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很多体的一个态的话 它的纠缠定义就会非常复杂 我这个地方就直接跳了 因为我们这个 我这个套可不关心这些问题 然后 OK 然后那我现在就讲完了 这个纠缠的定义是什么 我接下来可能会讲一下那个 就是我接下来会回顾一些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学觉最常用的一些纠缠 就是探测纠缠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叫做那个纠缠见证 就是我们简称叫做EW EW呢它就是一个算符 它就是一个算符W 它其实 它其实就是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可观色量 然后 但是呢这个可观测量是经过特殊构造的 就相当于是 嗯 然后这个特殊构造呢 我们让它满足一个条件就是 你如果在肉上测出来这个值 也不对 它是一定是一个单边的 或者我这个地方需要先 先明确一下 嗯 我们后面会讲到很多的纠缠 纠缠 判据 你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个机器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机器往里面喂很多的肉 把很多的肉喂进去 然后呢这个机器 或者它你理解为它这个量子计算器 它对这些菜做一些特定形式的测量 然后我不管它做什么 它一定只能输出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 呃就是yes yes的情况下的话 它就就就说明你输的这个菜 它一定是纠缠的 而且就是我不允许它出错 也就是说它只要输出 yes那它就一定是纠缠的 它不能存在一种情况是 它它输出一个yes的时候 还有概率是说这个态势 这个态势不纠缠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你这个这个这个机器不是一个好的原判决 但是呢我允许你输出一个 呃我允许你告诉我你不确定 就因为实际上纠缠探测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就是我们很难构造出那种一反浓泪衣服的条件 所以基本上你都你你都需要允许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它它探测失败了 但是你所谓的探测失败只是说你 你不能确定这个态势纠缠还是不纠缠 呃OK所以说你一个纠缠判决一般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我不管你里面做了什么 你输出结果一定要是满足这种这种性质的 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体验在EW上 你会发现EW它只是一个单边的判决 就是我们只能保证如果r这个separable就指的是它不纠缠 就是它是可分的 就我们只能保证如果r是可分的 那么tracerho w大于0 所以说你就可以怎么你就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现在对rho进行这个w的测量 然后我们发现它小于0了 那这个事情就说明rho是那个rho是纠缠的 rho是纠缠的 rho是纠缠的 rho有很多种就是你你只需要 它当然不是任意的 就是我们是需要进入特殊设计设计出来这种w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种 然后 所以我这里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你如果rho来到它小于0 那你就说明它一定纠缠 但是如果大于0的话 那你其实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因为它有可能 就是因为我们只是要求它不纠缠的话 它一定大于0 但如果它大于0它也有可能是纠缠的 然后你形象化一点来理解的话 我们竟然会画这种图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整一个这个集合 是代表了所有的量子态的集合 然后量子态的集合是突几 这个是显然的突几 然后 呃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中间包着的一个集合 叫Cyberable Cyberable这个集合也是突几 呃 这个就是你直接看这个定义 你也能看出来 这个是Cyberable的tide的定义 然后你比如说你把两个不同的这个tide做一个混合 出来的结果还是 出来那个新的tide还是符合这个定义的 就是Cyberable的tide也是一个突几 所以说这两个tide是突几 然后呃 然后一个EW代表什么 EW其实就是一个合作的测量 对吧 实际上相当于是 在tide空间当中我们切了一刀 然后 如果你探测到小于0 什么意思呢 探测到小于0的意思就是说 你探测到这个tide在这边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能保证它是纠缠的 但是如果你探测到大于0 那就说明它这个tide在这个线的左边 这个时候你完全不能确定 因为你左边有可能有Cyberable 有可能有Cyberable的这个tide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看这个图 还能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由于Cyberable 这个tide它是一个突几 它是一个convex的 由于它是一个突几 所以说 有一个定理叫做那个超平面分割定理 就是你如果这是一个突几 我总是可以用无穷多个平面 然后把它和外面给分割开 所以说 一个EW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平面 这是一种和Cyberable 这个tide相切的平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纠缠见证它是完备的 什么叫完备呢 就是 假如说你现在有一个tide它是纠缠的 那一定存在一个EW能够把它探测出来 就是一定存在一个平面 可以把它和Cyberable这个平面 这个结果给分开 就是说你一定可以把它算设出来 所以它是完备的 但是 比如说你现在给我一个tide它是纠缠的 你要找到那个EW 这不是也很容易的事情 这个已经被证明是一个NPHUD的 就是 就让它本身是一个NPHUD的问题 就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 你没有办法找到那种 脱向式级别的算法能够把它解决 好 然后 EW它会满足一些比较简单的性质 你比如说如果一个W它是 如果一个这个算符它是EW的话 你比如说它会满足 比如它trace是大于0的 然后它平方 它trace的平方 要大于它平方的trace 之类的这种条件 然后 这个我不相信说 然后比如说我这里可以介绍一些 我们常见的一些EW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EW 就是我可以管的叫做face forEW 就是 就是它长成就是 某一个常数成也NPHUD 减去某一个纠缠态的形式 然后 这个 这个东西的逻辑非常简单 就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想去测这个WF row 你发现它等于什么呢 就是你 你比如说你把它这个形式带进来的话 你发现它又等于一个 因为Row是归1的 Row的trace是等于1的 所以它就直接等于一个alpha减去 5和Row之间取一个fidelity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它的逻辑非常清晰 就是说5本身是个纠缠态 就是我们认为 如果你现在给我输的这个tai 它和一个纠缠态之间的fidelity 如果足够大 就比如比这个alpha还要大 那我们就认为这个tai是纠缠的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挺挺直接的 相当于是你现在有一个tai它是纠缠的 我们认为离这个tai很近的一个范围内的tai 它应该都是纠缠的 所以这就是大概是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想法还是比较直接的 然后另一个种那个 好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给我一个量子tai 然后我把这个量子tai做一个partialtranspose partialtranspose就是 比如说这个tai它是有很多系统的 我现在只把这个上面的 比如它有两个系统的 它是有a和b两个系统 但是我只把a的指标做一个转置 然后这种情况下 你定义出来的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个ew 这个我后面会解释 ok 然后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种纠缠探测的一种方法 叫做in-time witness 纠缠见证 然后这个方法 你可以发现它是最简单的一种纠缠盘级 就是 因为它只需要去对量子tai做一个做一个测量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实验的实现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就它是非常节省资源的 但是你在实验当中 这种方法也是我们真正做实验的时候 你比如说中科大那边做那个什么 8光子纠缠 10光子纠缠 14光子纠缠 18光子纠缠 都是用这种方法去探测它 去验证它真的造出来对量tai的 但这种方法就会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依赖于你对这个tai的先验知识 就基本上是 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用到这种方法去探测 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要造一个什么样的tai了 然后呢 我知道我要探测这个tai 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ew 这个时候我才会用这种方法去探测 然后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这个tai是什么 然后我如果再用这种方法去探测诱采的话 那基本就探测不出来 因为它的就是 你看这个图看起来好像这个阴影区域的这个面积很大 对吧 但实际上你在一个很高位空间当中 它能滑出来的这个面积是非常小的 好然后还有一个呃 cretary也是我们这样用的 就让它做的一个方法 叫做那个positive map 就是就是正映射 就是什么叫正映射呢 就是说我它的要求是你这个映射你输入的是一个正定的东西 那你输出也要是个正定的 或者这半正定的东西 你输出输出是半正定的 那你输出也一定要是半正定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 如果r是一个separable type的话 r是一个separable type 就意味着这个r它能写成一个就是rhoad 它能写成一个sigmaipi rhoai pensor rhobi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把这个positive这个map呢 我们只作用在这个rho的一个部分上 比如说我们就只作用在它的a部分上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会变成什么呢 它会变成一个sigmaipi nrhoai pensor一个rhobi 如果我只作用在它的a部分上面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rhoai本身 它是一个positive的东西 然后你这个n又是一个positive的一个map 所以说你出来的这个nrhoai 它本身也是positive的 然后你这个东西是positive的 你再分析一个positive的 这个东西也是positive的 然后你把这个positive的东西 它作为一个正概率的一个混合 整体还是positive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n是一个positive map 并且这个rho是一个separable 也就是它不纠缠的话 那么你把这个positive map 作用在这个rho的一个部分上面 出来的这个新的矩阵呢 它还是一个正定的 或者还是一个半正定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这种单边判军 就是新的单边判军 就是说我们现在能证明 就是如果rho是separable 那么它满足这个性质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发现 你把一个 你把一个这种positive的这种map 做用在rho上 你发现如果出来是小于0的 如果出来是小于0的 那么这个说明rho是纠缠的 这个说明rho是纠缠的 然后ok 你说明rho是纠缠的 然后但是如果你发现 你做用上去它大于等于0 这个时候你还是不确定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 它是纠缠还是不纠缠的 所以你发现我们介绍的 所有都是单边的 就是就是都是单边的 然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比如说我们还是画那个图 这是所有的tie 然后这是那个separable separable的那个state 然后你现在给我一个这种positive的 这种纠缠 positive map的纠缠盘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 它就不是一个 它就不是画了一个平面了 它是画了一个曲面 然后它能探测的是这个曲面外面的 曲面外面的tie ok 然后 所以所以一般来讲 从探测效率来讲 它会比这个positive 它会比这种EW的探测能力要强非常多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实验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种方法 它的那个探测能力 是比那个EW的探测能力 要强一个指数多倍的 这个指数多倍 其实理解起来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你看我们其实最后 我们其实是判断 就是你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操作到row上面 得到那个新的矩阵 它是不是正定了 对吧 就是你看它是不是正定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条件 就是它意味着 你要看它的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本正值是不是都大于零 这实际上相当于是我给 我给了 我已经给了你指数多的限制条件了 所以说它就应该要比那个 它的tie 就应该要比这个EW这种 就测一个数的这种条件 要强非常多 然后 然后 然后另外一点你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 positive map 这种判矩呢 它它等价于无穷多的 它等价于一个 无穷多的EW的集合的探测能力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推导起来也非常容易 就是说 因为就是实际上 我们是看一个东西正不正定了 我们是看这个 NA Tensor Ib 纵在这个r上面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小于零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就等价于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等价于就是 你要便利所有的 它能取的这种二次行 你要看它是不是大于小于零 或者说你对它取一个minimum fine 然后你看看这个二次行 是不是有小于零呢 这样等价于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你把它写开的话 这其实等于一个trace 就是fine fine 然后在这个na tensor Ib上面 这个这个东西取个内积 然后你根据这个paticum map 它的性质就是 它这个里面它有一个队偶性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na tensor Ib是动在r上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那个 在trace里面 在trace里面 你可以把它写到fine上面 它等于这个 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然后反正它是有这种性质的 然后所以你看 这其实就类似于 就是我们在r上面 在做一个 做一个opsobo的测量 然后这个opsobo 其实也是一个 也是就是一个ew 就是一个ew 因为如果我们发现它小于零了 那这个态就纠缠了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ew 而且呢实际上 你每一个fine 对应的这个算符 它都是一个ew 然后所以说你会发现 一个paticum map 判距 它的探测能力 等价于一个这样的 一个ew的集合 而且这个集合 是有无穷多的ew 所以说它会比ew 大不了强一个直辅多倍 呃 然后 呃 后面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呃 呃 对然后 呃 我就不解释了 然后 它的那个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 它的探测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呢 呃 但是呢 它是非常难在实验上做到的 它实验上 你要是用这个东西的话 它难点主要在两个 第一个就是 N是一个positive map 就是它 呃 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一个物理的一个channel 或者一个物理的一个map 一定是那个CPTP的 呃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说 你看 我们验证这个 我们用旧然判定的话 实际上 我们就要去看一个 一个指数大的一个矩阵 它是不是证定 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你想 我给你一个 比如说10的20次方 乘以10的20次方维度的一个矩阵 你要判断它是不是证定 所以你需要对它做普分解 然后它所有的本证值 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所以说你在实验上 你要去验证它的话 你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 非常大的资源 你才能把它验证出来 OK 然后 我可以再介绍一些别的一些 就算判据 比如说 有个最简单的就算判据 其实就是 这个是我们物理上面经常用的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 我用物理文章的话 比如我们经常会关注这个 它是个纯态 比如一个纯的AB 那么这个时候 那它有一个dense matrix 就是它有一个reduce dense matrix 比如说rho A我们拿出来 然后我们会经常的把这个rho A平方的trace 作为一个纠缠的一个度量 对不对 它就是那个 就是intelment entropy 相当于是 你经常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度量 呃 这个其实是因为 就是如果 就因为我刚才说的 如果这个纯态它是不纠缠的话 如果它是纠缠的话 那它就不能被写成一个 phi A和这个phi B的一个tensor 就是如果它不能被写成这个 那就意味着它的子系统不是一个纯态 它不是一个纯态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着子系统的纯度来衡量这个系统 这个纯态有多纠缠 然后 这个事情在混态的时候还成不成立呢 它其实还一定程度上还成立 就是说你在那个 所以有一个纯态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去探测 它一个 就是rho是一个量体的一个系统 所以你可以去看它整体的纯度 和子系统的纯度哪个大 就是你会发现 如果子系统的纯度 比那个整体的纯度要小的话 那这个rho就是纠缠的 那这个是一个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它实验上经常用 然后还有很多物理的围绕 也经常用这个东西 就是 就是因为 就因为我刚才说的 就这个东西实际上你测起来 还相对来说是方便一些 就因为你 因为我刚才说过 你这个trace row方 它等于一个trace swap row猜猜猜猜猜猜 所以你只要是制备出来两份揉 然后你在两份揉上面做一个那个 做一个swap算符的一个 swap这个周报的一个测量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测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实验上就是 有很多nature science 都已经把它做出来了 然后 反正基本就是在各种物理平台当中 都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还也可以用 这个量来观察一些那种 比如说多体系统的那种热化呀 包括media localization之类的那种效应 然后 然后这个 但这个我们基本不会特别设计 ok 还有一种我想介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 专业盘据 它其实是我刚才说的那种positive map的一个特例 就是它就是transpose 就是转制 转制 你发现转制这个操作也是positive的 对吧 因为你你给我一个positive的东西 你把它做一个转制 它还是positive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positive map 然后所以它相应的那个判据呢 我们管它叫做ppt ppt 就是那个positive partial transposition 所以你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正应设的那种方法 然后你就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ro是一个那种separable的 如果ro是没有纠缠的 那么你把ro做一个这种偏转制 它就应该是大约等于0的 它就应该出来的结果是一个正定的 呃 偏转制这个操作我们其实可以用图来画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roab 然后它就是我们现在考虑它有两个系统 那它就有两条头 它它左边和右边都有两条头 偏转制的意思就是说我保持b不变 然后我就把a这个系统 a这个系统的两条头给换过来 然后 呃 我们就是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大于大于的眼明 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立 如果你发现它不成立 那就说明这个它是纠缠的 然后呃 它其实是那个正呃 正应设判局当中就是呃 最最出名 并且它的形式是最简单的一个正应设判局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它来呃 来分析问题 就是包括在理论物理当中也有很多人在用 然后这个方法它的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就是呃 是有有很多的证据我们可以证明就是 在所有的那个纠缠探词 就是正应设的这种纠缠探词判局当中 有可能这种这种方法是效果最好的 这方法是效果最好的 然后呃 并且呢甚至于你在一个二乘二或者二乘三的系统当中 呃 二乘二的系统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呃 就是你这个a系统的维度和b系统的维度 是二呃 一个是就是全是二或者是一个是二一个是三的这种系统当中 那这种系统当中 PPT这种判局是一反能力意思的 就是说 在这种系统当中 它是否纠缠 就等价于它是PPT是否成立 所以它是一个呃 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判局 但是高位系统当中 它就它就不会是一反能力意思的 然后呃呃 所以说我们就由于它的性质非常好 它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那个 我们可以就是呃 有一种基于它定义的那种纠缠的那种度量 对不对 我们前面所有说的东西其实都是纠缠判局 就是说你用这个东西来来看一个tai是不是纠缠 但是其实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看 这个tai它它纠缠的它有它有多纠缠 就是所以说你需要去衡量它有多纠缠 呃这个我就有一种很出名的一种捐判局 它就是基于这个PPT来定义的 就是呃叫做negtivity 就是因为呃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rota做一个本正值分解吧 SigmaI LamdaI 呃 然后我们想知道它就是我们看它是大于0还是小于0 其实就是想知道它的呃 这个呃 LamdaI当中是不是有负的对吧 我们其实就想看LamdaI当中是不是有负的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呃 rhoA这个东西的trace还是等于1的 呃为什么它还是等于1的 是因为呃 因为呃 它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操作吗 然后你在取trace就是把两边再连起来 对你发现它就等于这个trace 这个这个rho直接连起来 所以说呃就就直接等于trace row 就是它还是等于1的 也它还等于1 也就意味着所有的SigmaI LamdaI的求和LamdaI的所有的求和是等于1的 然后如果LamdaI有负的 那就意味着如果我现在去看这样的一个值 就是LamdaI的绝对值的求和 那它就会就会就会大于1 就如果它有负的 那它就会大于1 然后所以说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就所有的Sigma 所有的LamdaI的绝对值的求和 其实也就是我这个地方少了个trace 呃就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取个log 作为一种纠缠的判据 那你就会发现 就是如果这个值越大 那就说明LamdaI它里面负的东西越多 那所以说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纠缠的一个度量 然后包括呃 很多的那个理论物理当中 你比如说他们那个 研究那种量子多体系统 然后研究什么CFT 他们就会拿这个东西去算 因为这是一种呃 我们到现在为 就是它的形式非常简单 并且它的呃 它的那个呃 它作为纠缠度量 它也有很多好的性质 嗯 嗯 OK 我能把entrophy的话 它就是 我能把entrophy就是说 你现在整个系统 呃 其实就是你给我一个roll 然后我要算它的那个 副的这个trace 呃 这个roll.roll 这个东西 呃 它只有在 呃 它只有在你这个系统是纯态的时候 它才是一种好的冠判据 呃 就是 呃 就因为呃 呃 这个可以可以理解吗 所以它如果系统整体不是一个纯的 那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冠判据 然后呃 就就类似于我刚才讲的这个purity的这个东西 就是 如果你这个系统是纯的的话 那么你 你那个fnoymanandroid它大于零 就说明这个系统它两个之前是有纠缠 但是如果它本身不是一个纯的 那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那么好用 所以说呃 反正结论就是 为什么大家用PPT用得多 是因为呃 如果你现在你现在就是在沿用纯态的纠缠 那你就没有必要用PPT 但是PPT是一个就是分析混态纠缠的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 而且我们可以证明就是nactivity这个量 它本身和很多的那种呃 它它是有一些操作含义的 呃 就比如说它可以和那种就是纠缠蒸流的那种呃 纠缠蒸流的那种转化率之间会有一个bomb的关系 呃 ok 然后呃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PPT这种判据 比如说你你理论分析的话它非常好用 因为它数学型是非常简单 但是你比如说你实验上想测它是非常难的 就就这原因就和我刚才说PAT的QMAP很难测是一样的 就你像在理论上测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难的 所以说就是近期的话有一些工作是这样的 就是说呃 测这个东西呃本身就是呃 呃很难 但是比如说我现在不测那个东西 我转而去测一些呃 比如说这种量 就是我把这个rhoab取一个powertransposition之后 再开一个就是在在在那个取一个比如三次方四次方 然后再取个trace 这个东西我发现它是在就是相对来说是好特意 呃 这个东西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那个sigmai lm的i的三次方 对吧 呃这个非常好 这个为什么它相对来说好特意一点呢 因为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 你可以写成就是你给我三份这个量子态 VB 然后我在上面测某一个abrover 它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就通过交换一些土的这种方法 也可以把它看出来 你可以你发现它就是一个你给我几份量的牌 然后我在上面做一个我做个特量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测出来 然后 呃 ok 所以这些量是我实验上可能相对来说好特意的 然后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也收集到了一些这种这种东西 呃 我想 比如说我现在测出来了这个p2和p3 然后呃 呃 我们注意这个p2和p3是什么 p2是那个sigma i lambda i的平方的 然后p3是sigma i lambda i的三次方 然后你想 如果这个tai是separable的 如果这个tai是separable的 那其实就意味着 其实就意味着 所有的lambda i都大于0 就是任意的 就因为就是他如果separable 就说明他取了一个p3的p3之后 他是一个正定的 他正定的意味着所有lambda i都大于0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根据你通过一些数学分析 你能分析出来 比如说如果你假如所有的lambda i都大于0 那么他的平方和和立方和 就一定会被限制在某个区域当中 就是他你可以通过数学算出来 这个区域大概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现在再去实验上 把这两个只测出来 所以如果你发现出了这个区域了 那这就意味着他是纠缠的 对你现在就是近期反正就是 这里这一两年都大家 发了好多这种文章 然后也很多也都做了实验 然后呃 然后并且他的那个探测能力 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但是他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呃 我们只能说是这种这种量 他相对好测对吧 但是你看他还是需要你同时 制备很多份完全一样的揉 然后我再对上面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比较global的一个测量 这个事情其实你也 对于我们现阶段的量子设备来说 还是很难的 然后但是呢 你你总是可以把它分解成 比如说那种呃 呃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假设 我只能在一个单分量子态上去测一些东西 呃比如说OI 然后呃呃 呃 然后比如说我能分解成一个trace OI 然后OI一撇中 然后再乘以这个trace OI撇撇中 然后然后我再求一个和什么的之类的 就是说呃 比如说我现在只能做单分量子态的测量 其实我也可以通过多测一些东西 把这个值给拼出来 我的意思是 然后但是人们会发现 如果你一定要转化成那种单分量子态上的测量的话 那么他需要的那个测量次数就是指数多的 就你就需要测指数多次 你才能把这种量给测出来 呃这个其实我们想 呃可能也可以理解 就是说你本质上是一个这种呃 非非线性的量 就是你本质上需要多分量子态你才能测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非得要应用单分量子态测量去测准的话 你就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对 基本这个代价就是说你需要重复很多次 你要重复很多次 ok 然后呃 呃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工作 这是我们组的工作 然后呃 但是我就不详细讲 就是说呃 我们研究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PPT 就我们其实就是仿照之前的那个工作 然后推广一下 就是PPT它是一种 就是相当于是我把这个腿做一些这种轮换的这种判据 嘛 然后就是其实比如说你对于一个多体系统来说 比如说它一个四体系统 你其实是左两边有很多腿的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PPT判据 其实只是呃一个很大类判据当中的一种 就是这种这种判据叫做指标轮换判据 所以PPT其实只是这种指标 交换指标的这种判据的一种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所有的那种指标交换判据 我们都相应的可以发展出一套通通过测这种 通过测这种举 然后来推出一种新的那种纠缠判据 然后反正呃然后我们就主要是在那个文章当中研究了一下 然后并且我们发现在那种多体的系统当中 我们我们发展出的这种判据其实能帮助我们看到一些 两体的纠缠判据看不到的一些那种呃纠缠的结构 然后啊OK 然后这个我跟我们这个套口关系不大 然后这个也已经发表了 然后大家可以感兴趣去看 然后好呃 然后另外当然就是我还有很多我没有讲的一些纠缠判据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都不够典型我就不讲了 OK 然后呃那我现在呃背景介绍部分就讲完了 然后我呃主要就是带大家看了很多的那种专业判换据 然后呢这些判据呃 但是这些东西看起来之后呢 我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其中有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说呃呃 其实就是我们想一些一出医生的话 这个事情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纠缠太 比如说你整个太空间的那种 我们应该认为纠缠太是占这个太空间的绝大多数的 就比如说你想纯太也能想出来 就是你一个太它入什么样 它不是才不是纠缠的 一个纯太它什么样才不是纠缠的 就是如果它等于这种fy和就是fy 吞泽fyb的这种形式才不是纠缠 所以其实就是你你呃 你呃就大概阴出一身上是这样的 就是你呃呃不纠缠的 它应该是占你这个空间当中的很小一部分的 然后 但问题在于呢我们刚才呃 比如说我们刚才回顾了很多种纠缠太的盘 比如说有那种EW那种盘纠缠见证 你发现纠缠间这种盘纠呢是 它实验实现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你测一个observo就可以了 但是它探测能力相当差 然后呢呃 它的TO map就是正应设的这种盘纠呢 它是探测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你实验实现它你反而是非常困难的 嗯 这个事情就是就是相当于是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太空间当中 纠缠太占了绝大多数的体积 但是呢这些纠缠太好像都被藏起来了 就是你没有办法非常简单的把它们给探测出来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件事 呃 ok我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问题的这个呃 后面这个工作的一个开端 就是 好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纠缠太在这个空间当中占了绝大多数的体积 但反而你探测它非常困难 ok所以说呃 我们想知道就是 因为这个其实只是我们对于很多的那个 纠缠探测的那种工作的一个观察 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 是不是存在一个真的存在一个那种 fondamental的那种limit 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纠缠探测就是很难 还是说就是你只是因为你们之前找的那些纠缠探测 就不够好 啊 这是这是我们想想问的问题 呃我说就是说 我们想知道是 我们观察到了这些现象 这个现象是不是意味着纠缠探测里面 真的存在一个限制 你就是不能做的很好 还是说只是你之前那些工作都太蠢了 你没有把它们 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好而已 ok 然后呃呃 ok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要讲的那个工作 然后但是我发现我之前是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所以 我没有我这个主要也是想给大家 就讲一些这个纠缠探测的一些基础知识 所以后面的那个我可能就主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结论就可以了 然后大概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证 嗯 好 首先我刚才我刚才老说 比如说某个纠缠探测 他探测能力强 然后这个他这个纠缠探测能力弱之类的这种事情 然后我这句话其实是一直都是不合理的 就是呃 你首先需要先定义出来什么叫做强和弱 那么你才能那个呃 我刚才只是在阴出一身上把这个事情说了一下 就这个可能强这个可能弱 然后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明白 ok 所以如果你要定义一个纠缠探测 区域他是强还是弱 那你首先就要先定义这个量子太在这个太空间当中是怎么分布的 呃 这个可以接种了 就比如说你现在整个太空间是这样的 然后塞破坡是这样的 然后有个圈盘区是这样的 就他能探测这些区域对吧 那你首先你需要知道这个太空间这个这个太空间的这个太它是怎么分布的 就他的这个呃 他在某一个区域当中的那个出现概率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 那你才能定义出来这个部分的这个这个这个太到底占所有的太的比率有多少 那你才能定义出来你这个太是呃 你这个就让探测的他这个判据他的他的能力是多强 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把这个事情说明白 ok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定义一个那个混太空间当中的太的分布 这个分布是怎么定义的呢 就是呃呃 当然这个分布肯定不是唯一的肯定不是唯一的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布来定义 呃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πdk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个D维空间当中的量子太是怎么分布的 然后我们管这种分布叫做πdk 这个k相当于是他的一个那个参数 是这个分布的一个参数 这分布不是唯一的 ok 这个就是怎么定义的呢 是我们先在那个D乘K的这个呃 系尔波的空间当中就是一个D乘K这个维度的系尔波的空间当中 定义一个随机分布的纯态 呃这个纯态的随机分布是容易定义的 就是呃呃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纯态等于是一个U乘以一个0 然后这个U就是一个比如说满足hard measure的那种Uinter 然后这个时候你定义出来的这个纯态它也是一个就相当于纯态空间当中的一个hard measure的一个纯态 然后呢我再把它的那个k这个维度的这个系统给trace掉 然后就因为它是一个D乘K维的我把k维那个系统trace掉你留下来就是一个D维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出来的这个这个混态它的分布就被我们称为是πdk 它就是一个D维空间当中的一种分布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书一身上理解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说它就会存在一个这种可调的这种参数k 你比如说k非常非常的大k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实际上你现在这个量子它这个Row这种分布 这πdk的这个量子分布的这个Row呢 它就会去于它的那个最大混态 呃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啊 你比如说呃如果这个k很小的话 如果我们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施密特分解吧 就是那个比如说phiab 它可以写成一个sigmaiλmd 然后呃这种分布是我们之前之前的工作当中讨论那个量子态分布的一个 讨论这种就是它的能力的一种主要用的一种分布 并且我觉得它也是比较有物理图像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考虑的是一种封闭系统 然后整体都是处于一个纯态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考虑封闭系统当中的两个子系统 并且这两个子系统呢它还不构成整个空间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比如说我要分进ab边的纠缠 然后这个时候ab这个态它的分布 其实就是我刚才给出那个pdk ok 所以呃然后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它的引用量非常低 我帮它宣传一下 就是呃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它这个里面就是反正就是纯数学的一个工作 它证明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证明如果这个k呢 它大概是在那个b的二分之三四方的这种数量级当中 相当于是你这个你这个anceler的这个辅助系统 就是被trade掉的这个系统它的大小可能是a和b这个整体的这个系统大小的大小的一个1.5倍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呃ok我这个地方可能没说清楚了 就是你这个d是现在你整个系统就相当于是roab的维度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一般都假设这个da和db它都等一个根号d 我都假设db的都等一个根号d 我们只只要有这种最简单的情况 别的情况其实都可以直接推广过去也无所谓 然后呃那个文章它证明你这个k的系统 你这个k的大小呢 如果是大概在d的1.5倍的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系统基本全是纠缠的 你这个系统基本全是纠缠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画一个图就是说 哦就是你看 然后呃ok 所以我们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这个范围其实还可以说是很广的 就是说你在k小于d的二分之三四方的时候 这个系统基本上都是全是纠缠 但是你会发现呃在这个范围当中基本上所有的纠缠盘据全失效了 就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PPT盘据是一种非常强的纠缠盘据 PPT盘据是非常强的纠缠盘据 但是PPT盘据这个人们也也也研究过 你会发现比如说我现在再画一条就是 一条线是PPT盘据的那个成功概率 你发现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也是一个非常煞 就是但是他会在那个呃在k等于4d的这个这个时候 他就会突然一下子变得不行了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看中间就有一个区域 连PPT都探索不到 就是说虽然这个态还是纠缠的 但是PPT都探索不到这个态是纠缠的 就是你想探索这个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个呃 ok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呃呃 所以我现在只是想精确的定义一下 就是这个这个就这个tide分布是什么样的 然后以及你这个你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纠缠判据 然后他是呃呃就是他的他的能力你应该怎么定义 然后呃好这个是一个也算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前置知识 然后呃我感觉已经快讲了一个小时了 我就说一下我们这个文章证明的一件事情 呃呃呃我们证明就是说呃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只研究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刚才说了每一个就让他的就让他的判据其实都是一个机器 我现在只允许你这个机器做这种OBSOBO测量 只允许做这种一个肉上面的一种OBSOBO测量 然后在这个情况上呢 比如说呃 但是你现在输入很多tide进来吗 那么你你现在有输出yes的情况 然后有输出no的情况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你这个量子tide 它本身就是由这种πdk来来sample的这种量子tide 然后并且呢我们我们现在只研究就是说这个k小于比如说d的二分之三次方 也就是说你现在扔进来的这个量子tide 基本上是以百分百的概率是纠缠的 你每个人进来它都是百分百概率纠缠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要用这种呃 只能去对量子tide做这种OBSOBO 单分量子tide偶不做测量的方法去探测它是不是有纠缠 然后那么当然我们是希望你输出yes的这个概率 输出yes的这个概率比如这个p它越高越好对吧 就是因为你输出这个p的这个概率其实就代表着你这个探测 你这个探测机器它探测成功的概率 就是它真的探测出来了这个tide纠缠的概率 因为你现在扔进来的这个u基本上是以百分百的概率纠缠的 那我就希望你现在这个输出yes的这个概率非常高 然后我们证明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想让它输出y的这个概率这个p是一个常数 比如说你输的这些都是纠缠的我以百分之的 比如说我以0.5的概率告诉你这个态是纠缠的 我能看得出来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这个呃 如果你想让它这个p等于0.5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正比于k这么多的OBSOBO去去探测 去去就是你需要你需要在中间测正比于k这么多的OBSOBO 所以你看这个k一般是指数因为它是维度对吧 它是你偶合进来定系统的维度 就是这个东西一般是指数大的 所以你就一般你就是需要指数多的那种测量 你才能把它才能把它搞出来 所以这个呃 然后呃 另外如果你比如说你就不想测这么多 比如说你中间你测的这个OBSOBO数量就是一个常数 就是一个常数 那么你会发现你输出这个y的这个概率 就是你这个东西成功探测的概率 它是会随着k是一个指数降低的 就你这个东西成功探测出来纠缠的这个概率 它会随着k指数降低 这个是非常那个非常非常那个什么的 就是因为k本身是那个anceler系统的维度 所以k本身也是一个指数大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这相当于是你这个探测概率会随着你那个 偶合进来的那个环境 那个系统的那个大小是一个相当于是double exponential 几k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结论 ok 然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是 就是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就让探测的一个no go theorem 就是说我们我们之前不是说了 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存在一个那种fondamental的那种limit 我们这边证明确实是存在 就不是说之前那些那些那些方案他们设计都不够好 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摆着 我想想然后我可以很快的说一下我们是怎么证的 我们这个证明就是超过一个小时了 我们这个证明是这样 就因为ew是一种最简单的就算判句 所以我们是先证的是 比如说你用ew这种判句非常非常差 而且它不仅是最简单的 而且它还是很基本的一种判句 就我们先证明ew这种判句不行 然后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其实有一些判句呢 它比如说类似于partitude map这种判句 我刚才说了它的探测能力等价于无穷多的ew的探测能力 就是我们接下来再证明无穷多的ew也不行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把无穷多的ew这种东西 推广到了那种任意的 用基于那种单份量子态测量的那种判句 然后我们证明它也不行 反正就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然后 我想说一下就这边我们基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定理是那个叫做 然后它叫做它在数学上非常重要 就是它叫做那个测度集中原理 就是 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函数 它是一个从一个高维球面上的矢量 就它的输入是高维球面上的矢量 然后它会硬成一个数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函数 然后呢你现在 然后比如说这个函数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粒不信息性 然后呢你在这个你比如说你给这个函数里面输入一些那种随机的那种高维纯态 就是高维球上的那个矢量 你给它输入一些随机高维球上的矢量 你会发现它会 它得到的那个值 它就会去于它的平均值 而且随着你这个维度越高 你这个趋向的这个性质就越好 然后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概率数量定理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可以直接用在我们这种setting上面 因为我们现在是假设你现在整体是个纯态 你整体这个纯态 其实就相当于整体是一个高维球上的一个单位矢量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在用这个serum然后在在整 对 反正我们我想想 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先证明 比如说我现在要用一个ew去探测纠缠 我们会发现它的那个它的探测能力 它的探测能力是随着这个k是指数下降的 我们证出来这件事情 然后呃 毕竟它这个指数是 这前面这个数是什么 我们也给出来了 是一个常数 然后呃 呃 对然后这个图像其实也就是 因为你一个ew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面 然后它能探测的是这个面外面的这些态 然后你随着这个k的增大 你这个比如里面 最里面的这个圈是那个 它里面全是那个ciple ball 态 然后随着你这个k的增加 你现在这个量态的这个圈 它会逐渐往里缩 然后所以说你你一个ew 它它能探测出来这个态的这个面积 它也会呃逐渐的坚信 然后这个图像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呃 ok 然后我看看 呃 后面我们呃 呃 我们推广了一下 就是说 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一些就让判局 它是等价于无穷多的那种ew 你相当于是 有些就让判局是这样的 就是 它是就是那种相当于是带参数的ew 你比如就我刚才说的这种fyfyTA 它里面会有 就是你你变换这个反应 随便选拥出来 它都是一个ew 就它相当于是这种带参数的这种ew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通过一种那种空间分割的这种方法 我们证明 就是 呃 我们证明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无穷多的ew 但是它是带参数的这种ew 它的探测能力也是有一个这种类似的趋势 它也是这种随着k指数下降的 但是呢 它前面 它这个指数上面除了这个负的crk之外 前面会有一个这种 会有一个常数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它是一个这样的变化的情况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呃 在某一个值 在小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它其实不会指数下降 就是它就 它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呃 情况的话 它就会是先平一段 然后再指数下降 然后并且我们 发现这个呃 这个我们证明这个ce主要和什么有关的 主要和你这个带参数的ew 它里面的自由参数个数有关 它证明它的那个参数个数 然后呃 然后这边我们呃 我们还证出来了一个事情 我们还证出来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呃 我就是刚才那个呃 我老师你也问了 就是它其中前面有一种 有一种那种纠缠纠缠呃 纠缠间证有一种ew是我们经常用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r法i减去泛泛 这种东西 然后呃呃 所以之前有一个 嗯我这个 然后呃 就是你如果现在便利所有的那个旧线态 那你就可以便利所有的这种ew 对吧 然后之前有一些人就问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如果要便利所有的这种ew 我能不能把所有的旧线态都探测出来 就他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简单 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其实就是所有的这种纯态 我们都认为其实是在这个量态的边缘 对吧 然后我们认为离这个纯态非常近的这些区域当中 他这个态应该都是纠缠的 应该都是纠缠的 然后比如我把这些区域都拿出来 他能不能覆盖所有的纠缠 或者说就是他的探测能力是怎么样的 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之前就是有一些有一些文章 然后但是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只是数值的验证了一下 就是看一下这个区域有多大 然后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副产品就是 我们能把这个区域给算出来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区域大概就是说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我们便利所有的这种 这种faceful隐藏我们的windness 然后我们会发现他的探测能力也是一个这种量级 但是这里面的这个C1呢 C1是一个正比于D的 然后C2是一个根号D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K是大于根号D 就如果K大于了根号D 那么这个时候即使你便利所有的这些EW 这种这种形式的EW你都什么都探测不出来 然后所以你发现他的探测能力还是很弱的 因为我们知道K小于那个D的三分之三次方的时候 还是所有态度纠缠 但是你这个K大于了比如根号D 这个时候你现在这种所有的这种EW 你都什么东西都探测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个结论 从那个再参数的EW 推广到这种single copy的EW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种基于单份量子态测量的那种纠缠盘局 然后这个是怎么推广的呢 因为我们会发现 如果一个type 比如说我现在测量某一些ofdouble 我现在测量O1 O2 O3 一直测Om 我测出来这些值 我就能探测出来这个type是不是纠缠 如果你现在存在一种这样的纠缠盘局的话 我们会发现它等价于一种带参数的EW 我会发现它的探测能力是 比这种带参数的EW的探测能力要差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某一种带参数EW的探测能力去 它的探测能力去bomb的那个那种基于单份量子态测量的那个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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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的那个探测能力 然后我们也证明 然后这个就是我最开始说的那个main theorem的一个正式版本 就是我们发现你这种基于单份量子态测量 也比如说我们测了m-1个absorbo的这种探测 这种旧然探测的这种协议 它的探测能力也是一个这种 就是随着这个cache指数下降 但是前面带一个这种常数的这种形式 然后我们证明了这个前面的这个ce正比于什么 这个ce是正比于你用了多少个absorbo的 这个ce正比于你用了多少个absorbo 所以说你看这个式子 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希望这个旧然探测的这个概率 它是一个常数量级的 如果我们希望它是常数量级的 那这就意味着k需要正比于m 就k需要小于一个正比于m的一个数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因为你看如果 你如果去画出来这个趋势的话 它应该也是一个先平一段 然后再下降 因为你这个探测能力是不能大于1的 就是你不可能大于1 好 因为探测能力其实代表的是 你能被探测出来的概率 所以它不能大于1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画一个横轴是k的话 动轴是这个探测能力 那么它就应该先平一段 然后再开始下降 平一段代表的就是这个ce-c2k 它可能本身是大于0的 然后由于你这个ce呢 是正比于m的 然后c2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这个k呢 就是这个平这一段的长度 就代表的是这个k应该小于m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的探测能力是一个常数 那么你需要做的这个 你需要用的这个absorbo的个数 也就是这个m就需要是一个比 就需要是一个大概是k这个量级的一个个数 然后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现在m比较少 那么你现在这个你随着k增大 那么你会发现它的探测效率 就会随着这个k是一个指数级别下降了 这样的一个趋势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值得提点的是 我们刚才就是所有的这个分析呢 我们其实都是证明的是 假如说你现在不能做那个global的测量 就你现在只能给我一个row 我在这个row上做一个操作 只能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存在一个frontal limit 然后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 假如说我现在能够实现对两分两台 或者多分两台的一个joint的merment 就比如说我能测出来这种trace 这种rote to the two这种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呃 你其实会会带来在纠缠探测这个领域 会带来一个指数级别的加速 就是呃 比如说我们证明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在这个文章当中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 πd根号d的这样一种distribution 相当于是你这个k的根号d 在这个情况下 比如说你根据我们的这个文章的那个证明 我们证明就是比如说你想在这种 就是你现在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呃 distribution去散布一个态 你想以一个常数级别的概率踏得出来纠缠 那么你需要的那个测量的额不揍包的个数 就应该是正比于根号d的个数 所以它也是一个exponential的 所以你根据我们这个文章 你证明出来是这样 然后但是我们举了一个pure例子 我们发现如果你现在允许做这种测量的话 如果你允许做这种测量 那么你去探测这样的一个distribution的纠缠 你只需要测一个额不揍包就行 就是呃你只需要测一个不揍包 我就能够让这种分布的这个态的纠缠 被探测的这个成为成为探测的概率是那个0.5 但是如果你用我们这个文章的结论 如果你要是你是那种呃 只能对代负量才做测量的那种那种方案的话 你就需要一个正比于根号d的这种测量次数才可以 然后呃OK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呃就是一种那种呃 算是一种量子优势 然后OK 然后然后我这个文章就呃这个这个工作基本上讲完了 然后看呃就是总结效果就是说 我们这边主要是在就让探测领域给出了一个这种no go 的 result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是no free launch 的一个 result 然后呃 对然后呃 当然就是所以说这个就告诉你 你在对这个量他没有任何现象的情况下 就让他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说那么实际上你我们应该做的一个方向就是说 你如果对这个量他有一些现象 我们要如何去更好的利用这些现象来设计更高效的那种就让他的手段 OK 那我这个东西就讲完了 好 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